有同学私信记录人说 他想要一款恶魂大炮 我哪里立马想到了这个字母歌 建造非常简单 效果非常的棒 一式建造终身受用 缺点慢就是有点废人 不装恶魂的方法在视频的结尾 首先找到一个村庄 摆上6×3的半庄 为什么是半庄 因为半庄可以免用火球的伤害 防止恶魂破坏美丽的村庄 接着用完整的方块 在半庄的后面摆出6×6的平台 我们可爱的恶魂就是在这里上班的 由于恶魂的碰撞箱是4×4×4 火球会在碰撞箱之外生成 因此这里并不用担心会被火球炸碎 弄完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个6×3的半庄平台 一个6×6的完整平台 然后在平台的边缘上 我们放上铁战兰高度为4 因为铁战兰可以免用火球的爆炸 并没有火球的方式 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恶魂 弄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制作恶魂大炮的开关 来到半庄平台上 从右边属过来第三格 打掉石头 连续火塞朝上放 左边半庄打掉 再侧放一个拉杆 觉得泥土不好看的 还可以换成石头的 接着把这个铁战兰打掉 打开来杆 可以看到火塞顶着铁战兰 这时候再关闭 铁战兰会被吸下来 这个窗口就是专门为恶魂准备的 打开来杆 装置关闭 关闭拉杆 恶魂大炮启动 由于恶魂只有看到目标 才会发射火球 因此这里的火塞 就充当了看见和看不见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准备运输恶魂 来到铁监狱的屁股后面 把这四个铁战兰都打掉 从裤兜里掏出铁轨和矿车 左边相隔两格 后面相隔两格 把铁轨一路延伸出来就可以了 那即使用创造模式下 给大火演示一下 矿车恶魂 这个生电装置建造一点也不难 就是运输恶魂的时候 会让人非常抓狂 好了 进去之后 我们把多余的铁轨打掉 用铁战兰把刚才的缺口都补回去 对了 运输完后一定要转一圈 确保我们的恶魂没有任何的身体不适 切换是生存模式 可以看到恶魂对我们丝毫不感兴趣 但一旦关闭拉杆 啊丢你想杀死我啊 半转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打开拉杆 恶魂就又进入了闲者模式 好了 现在老G正式给大火展示一下他的威力 先把活塞的右边的这个方块换个颜色 这里就是我们站位的地方 站上去 由于此时我们和恶魂的距离非常的近 因此火球会从我们的头顶上飞出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轻轻对准某个方向 推动一下小手 恶魂火球就会按照我们的意思飞向那个地方 别的不说 这可以比会炸弹的TAT火攻势大炮好玩多了 或许看到这 有的同学就会说 这不就是火焰弹吗 啊啵啵啵 火焰弹和火球虽然看起来很像 但它有着非常不像的地方 这是一个高频火焰弹 可以看到老G怎么回首 它都不会改变发射轨道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同点 现在我们来一起讨论讨论 如何从下界中抓走恶魂到主持界 看到这 是不是应该点赞投币 支持一下GW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去下界 首先恶魂身材在灵魂沙小谷和头皮蟹三角洲等群细 之后我们需要建造一个双层平台 以便更容易捕获他们 高度略高 比他们飞的高度略低就可以了 大小无所谓 但一定要记得是半砖 因为前面也说到过 半砖可以防火球 弄完之后搭高三格 我们继续搭多一层 至于作用后面来讲 如果需要注意 半砖一定是要上半砖 下半砖可发不了铁轨 这里老G为的演示 故意做错了 同学们可要注意一下 好了 现在重新弄好了 在平台的边缘放上原型铁轨和矿车 为了节省同学们的时间 绝不是因为GW手长勾不到恶魂 这里就直接用刷盖弹演示一下抓到的情况 在下层放上铁轨 把上层矿车的方块都打掉 恶魂就掉在准备好前往主世界轨道的第二层 需要注意 一定要提前过去激活主世界的大门 不然可能就会这样子 其实传说门一定要大 一定要够大 不然就可能会有点高血压 由于坐着矿车的恶魂 并不能直接去到主世界 因此我们这里要做个新人掌 一旦矿车碰到 便会自毁 恶魂也就能去到了主世界 而在主世界这边 提前封好传送门的背面 铁轨矿车准备好 等到恶魂上座之后 在传送门这边挤挤他 他就能如我们所愿 乖乖进去了 不过同学们也可以看到 漫天飘舞的恶魂 暗示着这趟旅程并不会轻松 好了 再次感谢变相提供素材给GW的这位同学 如果你爱什么奇奇怪怪的特性或种子分享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或私信老去投稿 掰木子进坟木子出 你们懂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